我們上課的部分我也都會錄影 所以各位也不用擔心 就是我們上完課之後 你要看錄影片 我們在簡報的第一頁這裡用 你就可以連到這個我的雲端一連上去看 那我們請大家先來體驗一下 這個啦 各位現在 3D列印是越來越多對不對 生活裡面你可能聽到的看到的越來越多嘛 但是3D列印的重點在哪裡 在3D不在列印 所以你的重點是你還會做模型 對吧 你不會做模型 那列印就沒有什麼 你只是下載一個檔案 那我也印出來 所以我有印喔 這樣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所以 這個部分我們先給大家體驗一個這個 現在呢 你就算沒有模型 有照片 就好了 我可以徵求一位同學來前面嗎 有沒有 你們怎麼都可以陷害他呢 他什麼都不知道 我找他們兩個一起來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 我先讓大家體驗一下 就是說其實現在 蠻方便的 即使你只有照片 也可以變3D 好 那這個呢 我就請他們兩位 我們鏡頭在這裡 來來來 靠過來 誰要線 誰要線 我們是一起的 我們是一起的 好啦 一起啦 我就分開抓就好了 還不簡單 哈哈哈哈 好 請看鏡頭 這兩位太高 他還要調高 這個 哈哈哈哈 可以靠近一點 沒關係 走前面一點 好準備了 一 二 三 上課可以完大了 我知道嗎 好的 你們兩個不用定格了 我已經幫你們兩個訂格了 這樣滿意了嗎 滿意 滿意 好好好 所以 這個呢 我先處理一下 我兩個先一起抓一下 好 我先頂起來 這裡有網 那我先抓一個同學的 我們一次一個人 這裡 我就把他的臉先抓一下 不過這個網站 他只能用JPG而已 所以我這邊預設是PMG所以我稍微調整一下 好 這個 01 沒關係 我就用01代替就好 然後呢第2位 第2位的 加 好 存起來這02 OK 兩位的可以休息了 那我們進到這個網站來你看一下 點進去 因為其實現在說真的你要進入3D的世界越來越容易 因為他 比較方便 比較 就是說他立體的部分 現在在生活裡面常會看到 那 你可以 看到呢這邊我們就找他的照片我就從這邊傳上去啦 找到桌面這邊 各位 我現在放在上面給各位的看是因為為了方便你回家可以繼續看到我 哈哈哈 不然你只能在這裡看到我嘛對不對 你回家看影片的時候還可以繼續看到我 好 OK 打開 然後告訴他你不是機器人 OK 好了 這樣就傳上去啦 他開始往上傳了 他印出來的 這個是失敗品 因為他裡面是中空的 做好的像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照片 真的變成3D模型有沒有印出來 這樣有沒有 這樣 他們兩個特徵又還蠻明顯的啦 所以可能還不會搞不清楚誰是誰 這兩個 就是那個同學不練 怎麼樣 不認 自己的臉的那個 我就只好留下來 因為沒有人出來認靈 好來 看到了有沒有 帥哥來 轉一下 糟糕 你的臉他 不認識耶 我看一下 糟糕糟糕 那我們換另外一位同學了 他不想認識你 好 因為其實他這個 我這個模型事實上是有稍微有在縮小的喔 他本來做出來模型事實上是比較大 我有把它稍微縮小 因為這樣大概就是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印完 現在3D列印比較麻煩就是列印的時間啦 還有他的什麼 顏色 顏色原則上是單色為主 但其實外面上都有看到什麼有三種顏色更多的 可是那個就是 設備上就會貴很多 哎呦 這兩位同學他都不想認識你耶 糟糕了 怎麼辦 糟糕糟糕 他不想認識你 那我想看看 那我可以先找下面這位嗎 還是你要找歐媽媽 歐媽媽 好好好 歐媽媽 請他 試看看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其實現在 厲害就是厲害在這邊喔 還沒好 我知道了 下面這邊他還在跑 今天網路好像速度比較慢一點 嘿 比較慢一點喔 所以 這邊 他應該還沒跑完 你們都跑完了嗎 你們有自己試看看嗎 網路 速度的關係 來 看看 阿那有沒有立體 有沒有 這樣有出來 你可以前進一點 可以後退一點 這裡還有一個叫劑軸 有沒有 叫他把面具拿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把面具拿起來一下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以後其實這樣的東西會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多 因為這樣的應用越來越多 而且他真的 我們 右上角這裡你可以看到有沒有變成 OBJ OBJ也是我們 3D模型面常常用到的這種 共同的格式 就跟平常各位你在用圖片檔案 請問圖片檔案你常看到圖片格是什麼 JPG PNG GIF 有沒有 就是這幾種 好所以 OBJ 或者 另外一個叫 STL 這種格式 都是我們很常用的這個 共用的 共用的格式 那 尤其3D列印的話 原則上就是什麼 STL 居多 OBJ當然也可以 OBJ當然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樣 可以 所以 他沒有被放棄 只是剛剛 網路速度太慢而已 了解 好 OK 所以 你這樣了解一下你就知道 我們今天講的 一定會讓你覺得很簡單 又很受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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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